还是陆陆续续有球迷赶到比赛现场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今天您依然会听到来自王涛和苏东的现场解说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组和葡萄牙女队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 讨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次是门将拯救了球队 由他镇守球门 队员们应该还是非常放心的 继续发脚球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双妹子往上拿球 没空潮角度 连立柱都没打到 又把球拿回来了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网双 玩得很花呀 这一脚跳传很棒啊 尺度拿捏的啊 非常不错 好球 这脚林空不维持得非常准确 完成得非常漂亮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脚高球越过防线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就是最好的滑铲示范啊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近在咫尺拉 这球又进了 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已经两球落后了 你看他拿到球 很轻松绕过了防守 起脚打门 皮球也就应声入网了 优势扩大 比方变成了2比0 戴安娜歇尔瓦 阿玛多 安德里亚诺顿 对手的防线 好像也没什么明显的破绽 他们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这种放铲动作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容易犯规啊 戴安娜员直接出示了黄牌 我觉得他好像也能够接受这张黄牌 还在继续盘带向前推进 没有选择直接打门而是做了个配合 打门的另有七人 门叫过去小 这一集我看过 他这次犯规最终还是吃了张黄牌啊 脚球开到禁区里 直落后一分了 这是一次脚球的机会 他们没有浪费 最后用一击投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楼家慧 王双 双妹子 王双拿球 周全发生了转换 这个任一球的位置啊 我觉得对球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动作对他个人的威胁 应该也是很大的 我觉得说不定会拿牌 黄牌无疑了 果然 放手队员似乎说 我能理解 把地马平脱 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进取了一面对大门 确实是大力出奇迹 这球没进 真是个奇迹啊 小妙的过人动作 对对方压根就没猜出他的意图 绝佳的机会 被门匠碰到了 警报解除了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这次反击最终以丢掉球权而结束 这球对门匠无法构成威胁 他轻松地把球抱住了 王珊珊 双妹子往上拿球 感觉有了 还好身门被挡住了 裁判给了脚球 他们能利用这个机会扩大领先优势吗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没能威胁到球门 唐嘉丽 破门量机 这总该进了吧 门匠扑到了 哦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 哈哈哈 角球开出来到了进区中央 有机会 这种高位逼抢 威胁非常大 就再次回到对方脚下 王珊 好球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了 再看一下这个进球是怎么回事 还以为会偏出力助 想知道他是本来打算就这么处理呢 还是运气很好外打正着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把地马平拖 这走神了吧 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 杰西卡西尔吧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咱们示意这是一个角球 角球开了出来 这个投球没什么难度 轻松的扑球 这样的舍门考验不了这个级别的门将 往上 他带球朝内切寻找机会 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 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 形势瞬息万变 比赛还在进行有两分钟的上停不时 犯规了 裁判示意比赛暂停 看会不会再掏牌 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 他得提前离场了 还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冤 但毕竟这个犯规动作要说不是非常大 是啊 这下能找到队友吗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 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没问题了吧 门将及时出击 角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比赛时间到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双方教练相信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现在就看看球员们自己的表现了 是 这绝对是一次关键性拦截啊 对手的进攻组织和跑位全白费了 攻入对方半场了 一脚上门 这角打门没有给门将任何的机会啊 几乎可以说是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这角转移啊就好像是他站在司令塔上俯瞰全场做出的 收门 手边毫不含糊地拿到了球 把地马平脱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正好打反击啊 单刀球的机会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机会出现了 门将没有给对手机会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成功突破了对方的拦截 破门凉机 漂亮的扑就 这个角球掉到了禁区中间 没能创造出机会 这个突破非常漂亮 他们错过了一个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机会出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犹豫 可惜球没有打进 场标有动作啊 要换人了 杀到前场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一脚远射啊 但是没有招准球门 队友好像都在盯着他 心想怎么搞的呀 安德雷亚法里亚 安德雷亚诺顿 这机会不错 很有威胁的一脚球 就差了那么一点 继续这么踢下去的话 他们应该能进球的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漂亮的拦截挡住了这脚穿中 塔地亚那平拖 千里走单旗的戏码来了啊 张瑞 都被门家扑出去了 球没进 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铺救 厉害 看看这次进攻啊 队友上来了 事业非常开阔啊 一个过顶挑传 把球掉过了防线 裁判判了脚球 绝佳的扑就啊 我都以为这球要顶尽了 没想到门家还能有这样的发挥 这个角球传到了前点 这似乎是他们演练过的战术啊 还是角球啊 像月光宝盒一样啊 再来一次 没有急于给到禁区啊 把球送进了禁区 得势不得分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边路现在有很大的空间 哎呀 这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快啊 王双这脚球传得非常不错 尝试挑射攻门 投球攻门 如果没顶高就好了 还有15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 这种高位逼抢威胁非常大 让开张瑞的处理 好机会 球进了 分差被拉大 他们现在领先两球 在这个进球当中呢 我觉得进球之前的过程啊 尤其值得撑到 很少有球队像他们这样一整场 都持续压迫对方的防线 不断地给压力 直到对方犯错 然后给他们一击致命 是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过得很轻松啊 有必要铲球吗 而且文将做出了扑球 对方的这次进攻机会就到此为止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后防线真是不堪一击啊 一脚打门 球进了 三球领先了 这个球彻底杀死了比赛啊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轻轻松松扑球成功 卡罗莱科斯塔 阿玛多 安德雷亚诺顿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 机会来了 文将做出了精彩的铺球 长边有替补队员要登场 球直接往禁区里开 好 这是尝试一下投球 顶高了一点点 确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运气不佳 唐佳丽 王珊珊 这个值C机会把握非常精准 球进了 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四个球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加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6比2 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也还有机会 在这样的距离上 他们也无法打破对方门间的实质观 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 他今天站在门前 就像是一堵强力在那 你看到他就 全场比赛结束